Hello I'm Queen 我们今天要来玩游戏网卡 今天我要解说的是三邪神 解说的是三邪神卡组 三邪神啊 这邪神也太强了 很强 跟三幻神差不多 跟三幻神差不多 我们先来看从最弱的到最强先吧 那我们先看看恐惧之源 恐惧之源是它的效果 看到到吗 这张卡不能特殊召唤 而且也要把三只怪兽当作祭品 才能通常召唤 只要这样卡在场上的话 其他怪兽的攻击力 还有手臂力都会减半料 有恐惧啊 真的带来恐惧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 写什么魔术鹰 这张 魔术鹰是可以特殊召唤的 它只能通过四方三只怪兽来通常召唤 然后呢 嗯 它就是 它就是 它的手臂力还有攻击力 都是位置哦 它嗯 就是可以 它就是 它的攻击力 还有 手臂力 都是对方场上存在的 卡的数量成一千人 生命值 所以对方就是不可以召唤多多怪兽都死了 不然你就会被这只魔术鹰秒料 而且 墙上的卡全部破坏掉 离开啦 这张卡被破坏的时候才会被 墙上的卡全部被破坏掉 可以 可以直接 嗯 不用任何 可以直接 不用让对方攻击 就直接让这只 嗯 这样让这只死掉 让对方的卡全部 尖尬 其实自己的卡是会 进入地的啦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最强的神之化身 神之化身啦 攻击力啊 手臂力的位置 都是位置啦 不知道的 我们嗯 首先呢 需要三只怪兽来当 祭品召唤 就是 神奇召唤啦 然后呢 通常召唤 它就是 不可以 超时召唤就对了 上次都不会特殊召唤了鞋身的效果 而且呢 只要 对方 以对方的回合计算 两回合都不可以 发动魔法卡或者陷阱卡 所以说呢 这个是以魔法 陷阱卡组的绝对 绝对克星 然后呢 而且啊 它的效果就是很强 攻击力的守备力也是未知 就是 除了这只鞋身身之化身 Rivine的怪兽 怪兽攻击力最高的 加100点 变成自己的攻击力 守备力当然也是啦 攻击力守备力都是 最高怪兽的攻击力 加100 慢化效果是加1点 所以才能把OPS可秒掉 其实这个加100 是可以那么强的存在啊 守备化身 它大大力的可以求证了 感觉带了苦架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按赞和订阅 不要记得分享哦 拜拜 拜拜 拜拜